登山爱好者的不幸 台湾有一对情侣 男的叫梁盛月 21岁 女的叫刘成军 19岁 他们俩都是登山爱好者 非常喜欢登山 2017年3月 两人到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区登山 3月8日两人开始出发 因为路程不远 只需要6个小时就能结束 所以他们没有倾向到 却没想到途中突然下起了大雪 天气变得非常糟糕 两人为了躲避大雪 不小心走进了溪谷 再也无法回到正确的路上 他们只好躲在山洞中等待救援 他们带的食物在第十天就已经吃完了 可救援队迟迟没有找到他们 第44天时 女友刘成军在绝望中死去 他临死前告诉男朋友 如果我死了 你可以吃我的肉 我们俩 必须有一个人好好活下去 把我们的故事 告诉给其他人 刘成军尸体的气味 引来了突救 很多突救 在溪谷上空盘旋 突救的出现 也让救援队找到了他们 当时救援队的人都觉得 他们已经死了 没想到梁胜月还活着 他非常虚弱 他的体重从原来的150磅 下降到了84磅 可以说是骨瘦如柴 他的一只脚已经长出了蛆 很快他被送到了医院 而他的女朋友 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吃过女友的肉 但能从这种困境中活下来 真的让人佩服 对 了阿勇 是 最后 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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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